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呢欧洲啊可能是之后的经济会有适当的一个缓冲 那么效果会比英国本土要好一点 反而呢英国的本土的这些跨国企业 撤出英国的给英国经济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可能呢近期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评估到 那么英镑呢也是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面持续下跌 目前呢也是跌到了历史的一个相对低点 那么有理由相信在十月底英国完全脱欧之前 英镑呢还是有极大的一个承压 在政治不稳定的面前 一个国家的货币还是下跌的概率 是远远大于上涨的概率 因此呢大家如果是要抄底英镑的话 还是以小单短线为主 长线的话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改善 另一方面呢我们再看阿根廷 阿根廷呢昨天是现任的总统呢竞选失利 导致呢阿根廷大幅这个比锁大幅下跌暴跌 那么阿根廷的股市呢也是下跌了超过10% 一个国家的政治呢不管是在货币对 或者是在股票方面金融方面金融的稳定性方面 都会对一个国家造成极深刻的一个影响 甚至呢会影响这个国家未来三到五年的一个金融状态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看这个楼市 我们知道现在的话很多人喜欢还在观望炒楼 那么房子呢对于中国人来讲意义比较特殊 在当今的时代里面呢楼市的资产 也是占我们家庭资产的三分之二 或者是四分之三甚至更多 很多人呢很多家庭啊倾全家之力 要付这个首付 那么未来三五十年甚至都要长期的进行怀旦 那么因此呢房市楼市作为一个巨大的海绵一样的 这样的感觉啊吸收了大量的社会资金 我们知道我们的收入呢如果是大部分都是买了房子 那么其他的支出呢就会相应的减少 因此呢会使整个社会的资金流通性降低 所以呢买房也好炒股也好炒黄金也好 那么对任何有价格预期上涨或下跌的 我们知道呢它其实呢都是由两个因素构成 第一个因素呢直接的啊就是叫供求关系 如果是需求的人在短时间内或特定时间里面买的人多了 那么价格自然上涨反之价格下跌 还有一个呢是对预期的一个判断 大家都预期啊比方说房价未来可能三到五年不会像之前那么涨 那么现在可能买房观望的人就会更多 那么大家都预计啊澳洲可能降息继续降息 或者是降到之后的零利率 那么股市呢可能吸引的资金就会更多 因此呢预期啊会给我们带来未来一到两年 甚至三年的一个中场线的投资的一个感觉 那么供求关系呢是更直接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折射或者是一个硬射 所以呢这两点呢大家要关注 在任何的投资领域包括房市啊或者是金融投资 我们都要关注 那么同时呢房市的这个价格相对平稳之后啊 那我们的资产就要放到一些能够给我们在短时间内 或者是未来一两年两三年能够看到增长的一些投资环境里面去 这样的话才能够最大效用的调动我们的目前的投资 或者是资金的一个使用效率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更多的内容呢将会在8月18号 在格伦威夫雷诺诺娃跳酒店的讲座中给大家讲解到 那么时间呢是11点半啊开始 大家可以稍微提前一点 报名的这个联系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 03-8658-060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小助手微信来报名 那么除除我们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啊装修房子 如何是通过啊性价比较高的一些装修的方式 给我们的资产或者是房产带来一定的升值和增值 在目前房产不是特别景气的环境下 为我们的资产呢啊带来一些改观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